今天来给你们安利我最近发现的一大堆某多多两块钱宝藏老式面包 没有一个广告哦 现在的面包店都太高级了 动辄十几块钱一个面包 然而我却发现好像两块钱的老式小面包更能全方位打动我的心 第一款一块六一个的闽南老式香芋奶黄三明治 我就是从这个开始开启了老面包饮 真的是死去的回忆突然又开始攻击我 那么吐那么丑却那么好吃 面包体像是炸过的有一点油可是又软又香 里面夹着刚刚好的老式香芋馅和奶黄夹心 第二款三元一个的麦辣鸡肉汉堡 里面并没有麦辣鸡排 但是我却并不嫌弃它诈骗 因为软糊糊厚吨吨的面包体加上超多的沙拉酱 好像也很惊艳诶 酱真的巨多巨香 第三款被同事安利的淡皮香芋米面包 外面是一层香喷喷软软的蛋皮 里面是糯糊糊的紫米和沙拉酱 土丝体非常松软超级拉丝 软到拿不起来 第四款福星园沙拉面包 这个看起来最买的 一口下去啊 哎呀好惊艳哦 它的酱啊实在是太惊喜了 丰厚浓郁香到炸 咸甜味是一比一完美交织的半透明老式沙拉酱 虽然我知道一定是热量炸蛋 第五款一块六糯糯香芋卷 超级软嫩超级糯的芋头味的吐司 里面包裹刚刚好的芋泥和沙拉酱 好吃哎 香香甜甜软软糯糯的芋泥爱好者买它 最后祝大家六亿要同节快乐 一键三连吃不胖哟 面包和玫瑰都会有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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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